哈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美洲360 今天就我觉得来大家了解一下 在车坛的精彩新闻 首先第一则新闻 也是这个Bruidova 2022 款的主机 本身是支援这个 Apple CarPlay 的 只是之前因为这个 license 的授权问题 而还没有得到这个 Apple 的 license 所以还没有暂时可以使用的 但是现在在上个星期 Bruidova 已经正式拿到这个 Apple 的官方授权了 所以大家如果已经是拿到这个 Bruidova Elza 的新车购后 你的这个主机还不能使用这个 Apple CarPlay 你可以回到这个 Service Center 解锁这项功能 但是不是每一个 Service Center 都有 可以解锁这项功能的 所以大家要打电话去了解清楚 先采取这个 Workshop 要不然就要白跑一趟了 第二则新闻也就是 Proton Exora 在 Malaysia 上个星期 刚刚又推出了一个小小小改款 我问我多少次小改款了啦 这辆车已经正在 2009 年推出 经过非常多次的 minor chain, facelift 还有 upgrade 版本 这样来到这次已经好像是第五次了啦 所以这次到底改了什么东西呢 厂灰换了一个圆形的全新厂灰 还有增加最近 Proton 很喜欢的 Piano Black 所以让它看起来更加的 Atas 更加的 Premium 一点点 但是在内装设计方面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只是这个主机方面就更换了一点点而已 就是和这个 Proton Persona 的或者是 Iris 相同的这个支持 Voice Command 和 Proton 的这项功能 但是和这个 X50 还有这个 X70 的支持这个 Pripe Proton 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这是比较低配的车款 所以它很多的功能就是比较 limited 的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用这个主机是可以支援这个窗口的开关 和音量的大小这样子罢了 但是引擎部分它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的 之前我们有出过一个 article 讲它会采用这个 1.5 的 MPI Multiport 温轮引擎 也就是这个 Proton X50 的 但是 Sorry 没有 它依然采用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就是这个 1.6 Cam Pro 的 Turbo 温轮引擎 它拥有一个 138hp 还有 206 Nm 的 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套动力系统 变速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车架变速箱还有成体的车购 都是没有进行任何改变 只是进行了一个 厂挥换标还有这个 Piano Black 的设计 所以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呢 多了一个三千块 或许这个是 Proton 要对应一下这个 Bruidua 刚出的这个7人做车款 做出一项来对应的车款啦 所以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啦 第三个新闻也就是 Proton 的新闻 因为他们在上个星期 进行了一个记者的发布会 而这个发布会公布了什么呢 就是他们会成为泰国和马来西亚的 Smart 的 sole distributor 所以任何的 Smart 车款在马来西亚 或者泰国都是由 Proton 代理 所以他们首先第一辆会在马来西亚 推出的新能源 Smart 车 就是会在 2023 年的年底推出 至于会是什么车款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在外国发布的 这个 Smart 电动车 也就是 Smart Hashtag 1 它真的是读 Hashtag 1 啊 所以这款车它是一个 B Segment SUV 这样的极具的车 款式它是一个纯电动车 所以这款车它是采用一个 66kW 的粒粒子电池 它是有一个 273hp 还有 374Nm 的这个动力 至于 0-100 官方还没有公布啦 但是它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一个 530 km 相对的来讲比较合理 所以这款车它在配备上还没有公布 至于我们可以看一下内装设计 这款车其实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Smart 就是和这个 Mercedes-Benz 的这个 Damler 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它们很多设计语言都会共同享用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冷气出风口啊 这个面板啊都是有一点点 Mercedes 的味道 它们的一些设计文化在里面的 所以它里面也是支持一个 12.8 吋这个非常大的萤幕 有点像那个 Mercedes C 卡的萤幕啊 这样还有它的这个全液晶仪表是在这个 Dashboard 联合在一起的 它是在里面联合整个 Dashboard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有战斗感 而且它是一个 9.4 吋的这个萤幕 非常的高清 像这个方向盘设计有一点点像这个 Mercedes-Benz 的设计语言 而在外观上它前后都是采用这个贯穿式的头尾灯 所以看起来辨识度非常的高 而在整体的设计方面都是比较前卫的 像是这种有空气动力学的这种轮毂 还有非常圆润的车身 就非常符合电动车的这种性格 至于充电方面这辆车也是支持一个 22kW 的 AC 快充 或者是这个高达 180kW 的 DC 快充 这辆车如果你是采用 22kW 的家里的 Wallbox 的话 它可以在 7 个小时充满 而如果你是 DC Current 的话 它只需要 28 分钟 所以来讲这辆车是相对来讲比较实用的 而且价钱 Proton 已经说明会在压在 150k 以下 所以这款车会可能是未来比较负担得起的一款电动车吗 大家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或者这辆车会是我们未来的第一款电动车呢 你看我之前也讲了那么多 Proton 的新闻 但是我还是要讲 Proton 的新闻 因为他们在上个星期公布了这个 Proton Saga Lite Edition 至于这个 Lite Edition 是什么东西? 它是基于这个 2022 款的小改款 Proton Saga 的 1.3 Base Pack 而打造的 所以这款车它大致上是少了什么东西? 主要是少在安全配备 它只有最基本的两颗 Airbag 还有 ABS 系统 至于 VSE 啊, EVD 啊,还有这个多波环架功能都是没有的 所以这辆车它基本上只有最基本最基本的 Base 的一些 safety features 至于这辆车它大致上是便宜了多少钱呢? 它是基于这个 38,800 令吉而打造的这个 Proton Saga 所以大致上它是便宜一个 1000 令吉左右 为什么 Proton 会推出这款车呢? 因为全球面临这个芯片短缺 或者是这个交车时间非常长 这样会考虑这辆车的朋友就是不介意这些 safety features 而且要快拿车的朋友可以考虑这个 Lite Edition 的 Proton Saga 啦 第四则新闻也就是这个 Nissan 啊 为这个 Nissan Elmera 推出了一个 Tomei Edition 的 Body Kit 所以这个 Body Kit 是包含了前厂车裙还有 Real Diffuser 但是这个 Real Spoiler 是没有包括的 你还要用 1400 令吉去选配这个尾翼 但是这个尾翼看起来还是不错 有 Piano Black 的设计, 战斗感十足 还有一些内装的一些配件像是这个门槛四条 还有这个金属的这个 Paddle 啊 所以这些配件就可以让你看起来你的车比较 Sporty 比较运动化 这样这个 Nissan 也是可以给你一个 warranty 这样这个保夹也是非常的实用啦 这样这辆车已经是 After SSD 的价钱 就稍微有点调整啊 就是分别是这个 83,000, 88,000 还有这个 95,000 的这个价格 所以大家对这个 Nissan Elmera 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是可以到我们的 Ivan 在上个星期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讲解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可以了解一下 最后一个新闻也就是马来西亚的部长 就是我们的工艺部长说出了 我们马来西亚即将会推出这个 Vegar End of Life 也就是强迫这个旧车报废的这个政策啊 政府为了推动这个政策啊 他们也是给出我们一个 statistics 看啊就是截止这个 2022 年的这个 5 月中 就是当事实上有 33 million 的车在马来西亚注册上路 但是当中有 19 个 million 都是超过 10 年以上的旧车 也就是超过了 55 个 percent啊 所以当中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多超过 10 年的车的车主 这样对于一些使用着旧车的朋友或者是 喜欢旧车的朋友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好新闻 这样这个政策的话 他们是说明是可以利用回收这项功能啊 也就是高达这个 70% 的能量回收 就不会像垃圾一样抛弃那些汽车零件 因为这样子的话是非常制造一种空气污染啊 甚至非常多的污染 但是这个政策啊 对于我们一些使用旧车的朋友来讲 肯定不是那么友好 因为如果你要继续使用你的旧车的话 你必须要缴税一个比较高的这个 tax 来 renew 你的这个 root tax 或者是 insurance 的 所以这项政策会不会正式在马来西亚推动呢 我们还没有什么头绪啦 因为他们讲是 2025 年会推出 但是马来西亚以那么多的旧车的这个案例来讲 应该是很难会推动啦 尤其是一些比较新手啊 或者是甘凤的我们使用很多旧车的嘛 所以他们如果是推动这个项政策的话 我们很多的汽车用户者都没能使用他们的车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 的一些内容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我是Jaden 这样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也是可以到我们的 IG 还有小红书 还有 TikTok 关注一下我们的汽车分享内容 所以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